一周一书,永不服输,有书有淫,无怨无悔,请给我七分钟,看我为你精读一本书,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,外加,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。 各位朋友,大家好,我是颜长川,你们可以叫Jang,或者是智慧老人,这是我们2020年读书C计划第19次的播出,我们今天所选的书是面试郭台铭,这是高宏安立伟面试郭台铭,面对面看见镜头外最真实的郭台铭的详细。 简直是借开了郭董的神秘面纱,所以这个书名面得很大胆,面试郭台铭,谈到面试这档子试这年头,应该只有郭台铭面试别人的分,哪有谁胆敢面试郭台铭除了他吃了雄心报纸胆白,那我们高宏安立伟他就有这一份胆试,所以这本诗也觉得看起来, 蛮真实有趣的,高宏安立伟他认为,鸿海市地表最强的制造业大数据的聚集地,有17万台的电脑数值控制工具机,是最适合活用工业物联网及人工智慧的科技集团,高宏安小姐认为他加入鸿海之后,他可以使工厂更聪明, 所有的主管都能透过手机,一手掌握工厂机台的生产数据,发挥及时可视化的功能,所以可以优化内部的生产,也可以外扣提供科技服务,所以他就毅然的决定加入鸿海集团,造成一段非常好的面试的范例, 高宏安小姐是北宁尼业余齐队员之一,台大资工硕士,美国新兴纳提大协机械工程博士,专精在工业互联网及大事纪的分析,他从美国回台之后,就投身以台湾工业4.0的产业转型跟升级,还和支社会团队共同的创业, 红海集团投资而转任郭董办公室,创立了工业大事纪办公室,也随着郭董辞职参选总统而投入选举,后来因缘机会竟成为台湾民众党的不分期立委,经过这将近两年跟郭台铭的相处, 郭台铭先生认为高宏安小姐,她是理工人兼文庆,以理性跟感性兼济,能文能武,所以堪称是前方位的人才,她对自己能够亲自面试高宏安,而且说服高宏安加入鸿海,她觉得是她的得意之作,那记得有一次高宏安回忆, 在郭董家开会吃便当,发现芒果很好吃,那她见郭董盘中的芒果,因为郭董就只顾手法,一口都没吃,她竟然开口要求帮她吃掉,北的幕僚大吃一惊,只有郭董哈哈大笑,所以也许郭董就看到了作者的真心,所以当场勉励作者要保持痴心,莫忘初衷。 作者经过郭董的面试或赏识而引进鸿海集团,经过近两年的摩考,所以只见到郭文小姐加速学习跟成长的干苦,那另外她又通过科匹的面试而成为国会议员,又近日另一阶段的学习跟成长, 所以也许我这边判断,说不定四年后她可能会再写一本《面试柯文哲》。 那这一本书《面试郭台铭》是2019年12月出版,是作者历经两个月的背面试,成为郭董身边的青年幕僚。 那所以她有机会跟郭台铭先生相处了将近两年,面对面看到镜头外最真实的郭董,确定跟她原来的想象不太一样,所以将私下近身观察就把她写成这本书。 这本书我仔细看的话,有三个学习重点值得我们参考。 郭安小姐认为郭董已经到了求财若丰在形容的地步,一般人是求财若可,但已经求财若丰。 那郭董要所有主管心目中随时要有目标对象,了解她在乎的是什么,纠结的是什么,要主动出击,站在她的角度去思考, 然后用资源交换来解决双方的问题。 第二个观念是厚子人才,那鸿海的企业文化是鼓励内部创业,欣赏的是不期不扰,意识先环球自己的小老板们,同时也会投资眼睛会花亮的创业青年。 那郭董认为人才是左右企业最重要的因子,关键人才的时间一秒都不能浪费。 第三个是异想下一步,也就是现在最夯的名词,就是超前部署。 郭董向来看很眼,想很深,心目中现在存有的大概就是AI加5G加8K。 那他此时选总统,其实就是想要为年轻人做一点事。 他笃信唯快不破,六流结合六块才能花大财。 应用大数据可以预测大未来,所以郭董随时都在异想下一步。 郭台铭先生是企业界的成绩是汉,有人奉若神明。 可是更多的标签是台湾首富、权贵奢法、压榨员工的冠老板, 或狮子、老虎、狼、狐狸、水牛、老鹰等等。 高鸿安小姐认为他是一个好奇宝宝,一段传奇,一个狗宝,所以非常人业。 但究竟是人不是神,高鸿安小姐有机会跟郭董去见美国总统Trump。 应该是百年难得的一段起义,几人能够。 高鸿安的开探是,不只是做事,还要做对重要的事。 OK,以上这三点是本周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。 如果要我总结一句话,那就是,不只是做事,而且要做对重要的事。 再见,拜拜!